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看看有没有事情想问 我看到有些都做得OK的 所以没什么特别的事情问 有没有其他有事情做的时候 有些事情不太明白的 不记或者关于Exit Alkali 这些都是不简单的 我问一下梁永彤有没有东西想问 我开麦告诉我 梁永彤有没有东西想问 看一看,开了咪尾 哈啰,哈啰,听到吗? 没有啊,是吧? OK,那我开始继续了 今天这个可能比较大家害怕的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TOPIC SEVEN TOPIC SEVEN TOPIC SEVEN 我想问大家看不看到 我分享出来的TOPIC SEVEN 的RedDocs Reaction 的PowerPoint 看不看到 张卓熙,看不看到 开麦告诉我 看到,看到 那我们开始了 我觉得TOPIC SEVEN 那些同学觉得难的原因 其实不怪得你们 一来其实他也是多夜背的 二来就是我们学的时候 是在中四的Summertime的时候 那时候教得很急的 所以其实没什么时间去用它 记得我说呢 我们其实除了名之外 就是要用它 是不是? 接着要熟它 最后才能背到它 很多时候 这个TOPIC 是我们连名的时间都不够 那我们连用都不够时间 就已经说要背它去考试 接着就去考 所以我们其实是有点阴影的 就是很害怕的 所以今天我们 我选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和你们去背一下 以至我们用一个比较 不要那么沉重的角度去看它 有时候背了某些东西 接着我又做些练习 和你们用一下它 看看它究竟是背极 做极都是很山梳 还是开始一些东西重复呢? 好,首先呢 就chemical cell OK? 我们基本上 就要懂得 就两类型的 一种叫做primary cell 一种叫做secondary cell primary cell 就有三种 就是升carbon cell 有时候我们连读它 都没读过 真的很见爱的 有时候我们起码都读一下 听一下它的名字 升carbon cell 另一个叫做lclime mechanic cell 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简性电池 知道吗? 第三种就是silver oxide cell 就是扭型电池的那种 最小的那种 OK? 好,接着这些用完就扔的 是non-rechargeable 另外secondary cell 就是它们是可以rechargeable的 可以起码recharge到大概200次 所以相对来说 就能保持環保一点点 OK? 有第四、五、六 主要是六个 包括我们的手提电话 用得最多 lysium iron cell 跟着就是nickel metal hydride cell 我猜名字最难背 是这一种 OK? 最后那一种 我们很少用的 其实坐车那些车才用的 就叫lac exit accumulator accumulator的意思就是 累积了一些东西 累积了什么呢? 当然就是累积了一些电 所以叫做accumulator 好,那里面有什么东西? 你很难背光它 但起码有几样东西要记下 譬如他们负极那里是升的 对不对? 起码有一半 那些用完积器的primary cell 当然主要原因是负极 就是因为升会失电子 失一些负的电子出来 那里就是负的源头 所以就叫负极 所以基本上你要懂这些 起码知道有这一样东西 OK? 另外就是它里面用的electrolyze 那你起码知道 升的carbon cell是ammonium chloride 跟着l-carine-magnin cell sulfur oxide cell 还有nickel metal hydride cell 这些都是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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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 对不对? 但是最后的electrolyze accumminator的exit 其实就是sulfur oxide 这些都是corrosive的 所以这些 小心一下 一漏就很大件事了 所以你有没有留意 通常这些都是要包到实 要link proof的 就是他们会不会漏的 你发现这些全部都不能漏的 一漏就corrosive 那些东西就漏出来的了 你起码要有这样的观点 好吗? 第一个是可以漏的 因为它是少少酸性而已 Weakly acidic 所以是sulfur oxide 所以这些是漏的 不过当然漏出来也不太好 小时候玩玩具 大部分一阵子不玩都漏出来 其实漏了ammonium chloride 搞到你的电器的电器的电器 就短纏了 以后就不能用了 所以也是我们生活的东西 好 接着这些emomento 自己看好吗? 好吗? 接着就去到我们的simple chemical cell simple chemical cell 如何simple呢? 通常就是有一只metal 1 接着另外一只叫metal 2 接着就博了voltage 接着浸了下去的elateralized 即是里面要有mobile iron 它才有机会通电 通常这些电子就会有more reactive metal 譬如metal 1是more reactive metal than metal 2 那些电子就在那里传过去 OK? 传过去的时候通常是metal 1 最喜欢塞电子 譬如塞两粒电子 通常我们用的都是group 2 metal 或者其他transition metal 都是正义的 另外那边走过去 不要以为metal 2会得电子 metal是不会得电子的 metal只会传电子 所以电子传到过来之后 就会被elateralized 里面的metal iron 可以的了 例如那只是couple 2 收肥 那样就会couple 2 得电子的了 那就不跟metal 2 所以基本上它们做的动作 就是一个塞电子 一个得电子 这个就是最简单了 OK? 所以你看看这里 一只就是menexium metal 另外那边就是couple metal 接着就有voltage 去显示有没有电 另外就有这个couple 2 那就是elateralized 那里面就有mobile iron 那它就可以有电流流动 那么menexium 是more reactive than copper 那它就会失电子过去couple那边 所以menexium 就会失电子 变menexium 而另外那边couple 就不会得电子了 couple是金属来的 难道得电子变负 金属哪会变负的iron呢 是天方夜谭 所以它的电子就会传到elateralized 里面的正的iron 那你知道couple 2 收肥呢 唯一会得电子的就是couple 2 所以不是couple 得电子 而是couple 2 而是couple 2 就得两粒电子 就变couple了 OK? 所以一个得一个塞 就可以成为了一个带电的电芯 所以一个menexium 失电子 couple 2 得电子 就算电子的lcm 倍大商家要弱了 那大家都是两粒电子 加上就会变成这一条 这就是一条overall cell的equation 好吗? 另外也要懂得基本功 电子如果它写在箭嘴的右手边 加上电子在右手边 就会左得右膝 所以右就是塞电子 塞电子的话 就会叫做oxidation OK? 如果加上电子 加在箭嘴的左手边 所以加上电子加在左手边 所以加上电子加在左手边 那我们就说是得电子 OK? 得电子有个得字 所以它就是一个reduction OK? 另外也要留意 reoxidation 那边一定是 anode 大家都在响音 anode a是响音 o也是响音 这个永远是对的 电心还是电解 oxidation一定是anode 另外reduction 还记不记得? red cat 红色的猫 那边 red cat 那边进行reduction 那边一定是careful OK? 好了 所以这个red cat a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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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如果是电芯 chemical cell 留意 就是如果它是失电子的话 它是电子在那里release出来 那电子是负的 所以那里就是负的源头 负的源头 那我们就发现出负的东西 我们就叫它负极 OK? 那边就是source of negative 所以就叫负极 另外这边电子是走过去 那我们就想 为何电子会把他负极 那电子是负的 那我们就会说那边是正 因为那边是正的源头 电子是走去那里的 电子走进去那里 就叫做正极 OK? 电子在那里走出来的 那我们就叫做负的源头 就是负极 你搞定这几样东西 基本上 再弄一弄 背一背 我们就变成不同的 metal 但是基本上 那个做法就是这个 一会儿我和你做些练习去练习 另外就是ECS Electrochemical series 其实它就有点像 我们第topic3 讲的metal reactivity series 大致上一样 因为其实跟它们失电子的程度一样 所以越高就越愿意失电子 它在ECS就最高 所以potassium就最高 唯一有两种东西是逆转的 因为太接近了 Kalcium和sodium 在metal reactivity series 是逆转的 但是在ECS那里 就是跟它逆转的 这个程度 其实是比较再准一点的 因为它是真的能測到它 失电子的电压 所以这个是最直接显示到 它愿意失电子的程度 其实是Kalcium 喜欢失电子的sodium 不过当去到reactivity的时候 真的进行化学反应要爆了 爆得劲一点 还是没那么劲 其实是涉及 rate of reaction有关 我们发现sodium是比较容易容易 所以那里的sodium和Kalcium 才会逆转的 所以这个是跟实验有关 这个是跟里面的本质上 East of Lucine 2有关 所以是这个有点不同 但是其实公开试没有要我们去解释 你只知道有一个事实 就是这两只相反就行了 好,接着我们去改良 我们的simple chemical cell 如何呢? 就用sod bridge 我们就分开两边 一边就要塞电子 当一边塞电子的时候 跟刚才那样的 刚才那个 两个东西浸在同一个键里面 原来一个键里面 这里就有两个半个键里面 有没有留意吗? 两个半个键里面 但是这里一个一个 隔着就是完整 所以这里有半个 这里有半个 或者他们叫半个 两个的半个 隔着就是一个 所以他们是分开装 还是合埋装 合埋装 合埋装有个不好处 就是一边 譬如Manexium 就塞电子 而另外Cupor 2 这边就塞电子 但是最糟 他们其实有接触 所以他们有机会 直接接触 进行displacement reaction 那就不会经过电线 出电子 不一定 那结果你的键里面 就没有保证了 就未必会一直有电 在电线那里 但是如果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 改良版的CAMCO CELL 就是我们塞电子的Manexium 在这里 而我们得电子的Cupor 2 你就会发现 这两个东西就没有相遇的 那他们就一定不会内部 进行displacement的反应 那结果呢 他就要逼他走那条电线 就一路这样传电子过来 那一个化合反应一样 Manexium 7电子Cupor 2 最后overall一样 只不过是他们从来 没有在这个键内部相遇 他们用了一个soft bridge 去隔开了它 OK 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们所说呢 就是这些字眼了 就是说 他们是not reliable 是不稳陈 我们把它变回文字容易记一些 有时候口头说 比较虚幻一些 所以呢 要有些文本去看看 他不是很稳陈 不可靠 reliable 因为他们有direct displacement reaction 内部 所以呢 他很快就没有电了 就会那个voltage 就会drop drop to zero 那就没有电了 是吧 好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呢 就用两个half cell 他们分开 对 令到呢 你那个menexium 和copper 2 不要有机会 direct contact direct contact 直接接触 那结果呢 他就不会有 所以就no displacement reaction 那如果他们no displacement 那就要逼他们 经过那条电线 全电子进行这一堆反应 那结果那些电子 就可以由头去到尾都用了 OK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改良版 留意下 stop bridge 就一定要里面有mobile的ion 里面有 有elatural 即有mobile的ion 是吧 那最常用的呢 就是potassium nitrate solution 如果你家里的话 那你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 potassium nitrate 那所以你家里用 就用食盐都可以了 sodium chloride solution 那就可以做到这些了 那它的功能呢 起码记下两个了 就是prevent direct mixing 是吧 对它们不要有displacement reaction 亦都呢 它们可以有mobile iron走动的时候 可以呢 就去complete circuit 因为有mobile iron流动 还有呢 就可以透过mobile iron 动呢 去中和了 去balance 了charge 令到一边和另外一边 是继续是零 就不会累积正负的iron 好 好 接着呢 就下去呢 就是red dots reaction 通常呢 我们要讲一下这些技术性的字眼 oxidation 和reduction ok 那通常是一齐 骂公仔的 因为一个得电子 一个失电子 一定at the same time 所以我们作了个名字出来呢 就是将oxidation reduction 每样拿几个英文字母 就变成一个red dots 这个字 那其实代表呢 它们是take place at the same time 一定是骂公仔一起出了 ok 那我们其实有用O的定义 用电子的得失的定义 或者用oxidation number的定义 那用得最多考公开试 考得最多 每次最有权威的方法呢 就是用oxidation number的得失了 那你发现如果它增加了oxidation number 它就进行oxidation 所以为什么这个number 叫oxidation number 因为原来这个数字越大越增加 就越成立 就越oxidation 所以这个number越小 这个oxidation number 越小就叫reduction reduction 我们最利益的英文意思 就是减少 是吧 不过后来我们chemistry 翻译叫做还原 其实也是一个减少的意思 所以oxidation就是多了O reduction就是少了O 所以oxidation number 所以oxidation number 就是减少了 所以oxidation number 减少了 也就是减少了 OK 但是另外一个字眼也要留意 就是reducing agent reducing agent 其实就是使别人进行reduction ing就是一个active voice 就是使别人reducing 就是搞到别人进行reduction 如果要使别人进行reduction oxidation 他自己就要进行oxidation 所以他要多了O 是吧 或者会失电子 或者oxidation number 会多了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undergold oxidation 所以他好像反过来 reducing agent 就是进行oxidation 使他的对手进行reduction 好 反过来 oxidizing agent 有时候我喜欢这样写 因为这些字眼 oxidizing agent 就是使别人进行oxidation 所以他自己就会如何呢 他自己进行reduction 他自己进行reduction 就是自己得电子 所以使别人失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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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所以使别人失电子 是吧 所以使别人会少了O 是吧 使别人少了O 是吧 oxidation 所以使别人失电子 那他自己就得电子 是吧 所以使别人进行oxidation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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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xidation number 就是使别人少了oxidation number 明白吗 所以就是这个的不同 OK 好 那这些应该明白了 好 接着oxidation number要计了 那这几个rules 你一定要计的 第一个最好背的 就是所有的element 都是0 OK 所以这些所有没有其他东西 都是0 留意了 我们所谓的oxidation number of an element 其实是用atom 为单位 所以 就是说 里面每个mg 都是0 那意思 N2 里面其实是有2个n N2 其实里面是有2个n 而每一个n 都是0 那意思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写回 这个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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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都是0 有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符号 写在上面是0 其实我们以为是成就0 不是 其实是每一只atom 所以要留意一下定义 oxidation number 就是说那种东西里面的每一只atom 它自己作为氧的charge 是多少 所以是一个inmergenary charge 可以当它是charge S就是0 Argon也是0 第二个 就是有些simple iron 它们的atom 就当它是氧的charge 所以sodium的charge 所以sodium的 如果作为sodium atom 来看 这个sodium iron 它的charge 就是正1 是不是 所以呢 所以 银的oxidation number 就是正3 是不是 Oxygen 在oxide 里面 就是负2 是不是 这个就是oxidation number 所以我们虽然知道它是银 但是其实 当我们提到oxidation number 是以element 以atom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不会说oxidation number of oxide 这样说oxid iron 是错的 是不是 我们应该会怎么说 我们的说法就是 应该是oxidation number of oxygen of oxygen 的atom in oxide ions 这样说就对了 那就是当它是atom的角度 不过它现在附在一个什么的情境 就是oxid iron 这样去看 好 接着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最重要 第三点 一定要背 对不对 和我打五粒 升下去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用它来计算 原来有些element 就fixed oxidation number 在kumpan一定是 比如group1 一定是正1 所以sodium 一定是正1 potassium 那些kumpan 里面的potassium 的atom 全部都是正1 group2 就一定正2 比如calsium 就一定是正2 当然element就是0 但是如果它是 譬如一只的 比如calsium nitrate 这个oxid sodium 就一定是正2 好了 那么florine一定是负1 Hydrogen一定是正1 Oxygen一定是2 我们就用这五个既定了fixed的东西去计算后面所有不知道的东西 好 另外一个后面两个就是计算是一个equation 如果他是neutral的咖啡 就计算它们等于0 继算那些暗凌 好了 如果那些polyatomic iron 就计算它是个charge 可以吗 比如这个负2 那加上它里面的东西就应该等于负2 如果这个负2加上里面的东西就找到负2 有时候我们不太知道C是多少,有时候我们不太知道S是多少,因为我们知道O一定是-2 譬如我们不知N是多少,我们知道O一定是-2 最后等于货币,最后你就可以计算到C等于正4 S等于正4,N等于正5 这样去解决那些O数字数 一会儿我在后面做例子的时候,大家看到我通常计算数 都给一些例子,用一个角度就是用它 当你前面明白了,那你就要用一下它,用多几次 计算完一个不够,再计算两个,计算三个,真的拿一张白纸出来计算 计算的加减数是不深的,但是就要留意 譬如这个星,叫你计算underline这个 你知道星是加,刚才说过,逢是O在C都是-2 逢是H在C都是正1,现在有4个,就是4个 加起来之后就等于它们的右上角的charge 你这样塞回去就可以计算到升 所以这边就是-8,这个就是加4,就是-2 所以升搬去过去,-2加8,再减4 你就计算到正2 所以记住,Oxedation number正要写,正负要写负的 所以你计算到不是2,所以不要计算到升是2 2就错了,你计算到升等于正2,知道吗? 这个很重要,负我不担心你不写的,负一定写的 正通常有时不小心就没有写了 现在我们就用Oxedation number增加减少去决定 如果做得快,直接看着N2Element 所有东西都是0,里面每个N都是0 3,H2就不用理会3,最重要是H2 这东西是Element,所有的H都是0 然后计算这个,还记得我们说过 在Cumpan里面H通常是正1 刚才打5个星很好用 当这个是H3N是正1 你知道3个正1再加N就等于0 因为右上角不写就代表0 那么你计算到N就等于负3 好吗?所以你看到H由0就变成正1 所以就增加了Oxedation number 所以越大就越Oxedation 所以进行Oxedation就是reducing agent 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由0 N就变成负3 减少了Oxedation number 那就是reduction 进行reduction的就是Oxedizing agent 用心目的背后 用一个例子 用一个角度 之前你明白了 现在你用一个例子去帮你用它 最后背到所谓的 Oxedizing agent 什么是reducing agent 什么是oxedation number Oxedation reduction 这些字眼 好,接着到这里是我们最害怕的 我已经把最重要的几个 Oxedizing agent 和reducing agent 即所谓的common 那些给你了 第一个就是permanganate 如果有mNO4- urge resistant 是mN2 sin 这个就是你最基本要背 然后欠inc是 wiore 有4个O 之agger 再加4个水 然后有8%H dadurch是 respuesta 再加个H 为了再見て电子 加5粒就行了 ok 好,也需要记轻 外彩上acı gas 星辨 species 全都没有色 全都没有色 这样没有色 唯一就是紫色就變成無色,這樣基本上要寫的 你有沒有留意這裡要加8個H症,也有很多酸 所以我們要醇製它才夠Hydrogen Iron 加8個,1比8,為什麼這隻要醇製它這麼奇怪? 就因為原來Hydrogen Iron酸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reactant 基本上你靠水裡面AQ那些Hydrogen Iron是不夠的,Not enough 所以你是要加的,通常加些什麼酸呢? 通常你可以寫下它,我們就會加大率的Sulfuric acid下去,去acidify它 第二種最常用的就是acidify potassium大空微 你要記住的就是大空微就會變成cognium-free兩個 接著有7個O加7個水 接著7214就加14個H症 接著計下兩邊的Charge在這裡,差6個負,就加6顆電子了 大空微就是橙色的,Hydrogen Iron沒有色的,電子沒有色的 Cognium-free綠色的,水是沒有色的,所以它就會由橙色變成綠色 你看到裡面要有14個H症,更離譜,1比14 所以基本上你是需要加H症,就是要acidify它 令到它有足夠Hydrogen Iron的reactant才能反映 我還記得我剛才說,你加些什麼去acidify它 就會加大率的Sulfuric acid,就會提供H症 另外大率的Nitric acid,就是NO3負,就會變成NO透明氣體 這裏我會說得快,所以如果這些位置有什麼不明白,可以留下問我 另外concentrated nitrate acid,就會記著它裡面的Nitrate就會變成NO2 大家要留意,這是一隻Brown gas,它就會Hemol加水,Hydrogen 加Hydrogen Iron,最後加一粒電子 當然這些不是隨便會反映的,這些是Oxidizing agent 當它遇到Reducing agent才會反映的 那你最熟悉的Reducing agent,一會後面就說了 就是Metal,加Metal,加一些Reactive metal 那它就會出透明氣體,出出這個Brown gas 通常我們DSC考慮的時候是這個 這個裡面都需要很多H症,不過你有沒有留意 這兩隻都是酸來的,所以就不用再額外加Sulfuric acid 因為它自己根本就有很多Hydrogen Iron 好,再下去,concentrated sulfuric acid 我們記得這個H2SO4裡面沒有什麼水 所以我們就不會寫Sulfate 就會寫X2SO4這個Monocle就會變成SO2 也是一隻透明的氣體,不過這隻有毒的,小心 前面那兩隻NO和NO2都有毒的,所以小心 好,接著另外就是Ion3也是一個很好的Oxidizing agent 因為它有機會得電子變成Ion2,Ion3變成Ion2 由黃色變成Pale Green Ion2變成Ion3,Ion3變成Ion2 整天都會使用的,所以你基本上這一群 動來動去都整天都會見 好,接著還有一類我們常見的Oxidizing agent 就是第group7 尤其是比較高的那些就比較reactive 譬如Florine,Florine太毒了太厲害了 我們在DSE就盡量不用,因為太危險了 免得有人做實驗,中毒身亡 我們通常就用Chorine,Chorine也很毒了 這樣就會變成Chorine,是吧 然後Bomine就會變成Bomine 順便記一下它的色 錄氣就有點色 就會變成Chorine 所有變成Ion的Main Group都是沒有色 所以就會看到一個變化 好,Bomine就是Oring 最後出來的Bomine就沒有色 要認識Color Change 好,最後一類的東西 如果你喜歡得電子的呢 其實就是Metal Low in ECS 即是SILVER 再高一級就是Mercury Tool 頂階加上Chorine Tool 這些就是沒有reactive的Metal 變成Metal Iron 就很reactive 喜歡得電子變成Metal 所以這東西也是很願意的 OK,那出了Metal Metal色就是灰灰銀的色 OK 好,那剛才說了 通常這兩隻會加很多Hydrogen Iron 所以就要acidify它 剛才說了,要用什麼呢? 就是大率的Sulforexid OK,所以要知道這個 那為什麼我們有幾隻酸肉 為什麼不用Nitra Exid 為什麼不用Hydro-Chorine Exid 這裡也有解釋的 因為Nitra Exid 原來我們後面的一兩格 已經告訴大家 原來它也是一個Oxidizing agent 結果它會影響和它搶的 這些有Oxidizing agent 你加進去那隻酸油 是Oxidizing agent 大家在競爭反應 最後就會複雜 不知道是誰反應 第二個Hydro-Chorine Exid 不適合的原因 就是那隻是Chorine 除了提供Hydrogen Iron 之外,又有Chorine 所以其實Chorine 也是一個很好的 reducing agent 所以它有機會變成Chorine 結果Bombin和它反應 就沒有空間 去Acidify 和另外的reducing agent 反應 所以最後 其實又是會Disturb 我的反應 所以這兩個就不要用了 就用Sulforex 還要用Dilute 好,接著就要說 common reducing agent 不是很多 是幾隻 第一隻最常說是SO2 其實SO2和下面的Sulfide 是同級的 它們都是正四的Oxidation number 只不過通常就融入水 或者是酸一點 影響變成SO2 還是Sulfide 你不用怕 總之公開試 人家說給SO2 你就當作SO2 就這樣寫 別人給你 就當作SO2 就這樣用 它們兩個都是變成收費的 欠O 欠2O 就加2個水 接著就有4個H 就加4個H 接著平衡電子 接著這個3個O 這個4個O 欠O 欠1個O 就加1個水 接著這裡就2個H 就加2個H9 接著再平衡 這些就很難看 因為兩隻都沒有色 其實全部都沒有色 沒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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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通常有色 都是前面的Oxidizing agent 通常reducing agent 通常這兩隻都不太多 留意了 然後再下去 剛剛說過 那些Core in 喜歡變成Core in 那些R大 就很喜歡 變成R 所以 它就會有 就有色 啡色 所以就要留意 這隻沒有色 這隻就是Brown 這隻都是沒有色 那就要色 這個 當然其實 你舉一反三 其實都可以變成Bomine 是不是 那就看看 遇到哪些Oxidizing agent 這個就沒有色 這個就是orange 所以它就會有Colorless 變成orange 另外一個 這個都很重要 很喜歡用的 Iron 2就喜歡變成Iron 3 Iron 2就是Pail Green Iron 3就是Yellow 那它就會失電子 那就有變色 好 最後就是 很好用的 就是Metal High in ECS 那些最高的 例如Potessium Sodium Kalcium Menexium Aluminium Syn 這些全部都很喜歡 失電子 其實Metal 失電子就是一個天性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 用到這個 那它就會由 Silvery的Metal 就會溶了 Dissolve 之後就不見了 然後就產生了 一個Colorless solution 當然有些就不是Colorless 有些 不過這些大部分 你接觸的Metal Iron 都是沒有色的 那是Iron 如果是Iron 就變成Iron 2 這樣才會有色的 好嗎 好 接著這個bouncing equation 基本上我們就會 將我們前面那些 基本上一看到 那隻大空微 你已經忍不住 就已經寫這個 然後欠母加水 欠Hytron加 Hytron Iron 看到Iron 2 你都自然知道 不用想想 Iron 2一定會變成Iron 3 基本上 將這堆東西 這幾隻 我和你計一計 先說 這一貨裡面我們常用的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有九隻的oxidizing agent 是不是 然後呢 就有 一、二、三、四、五 是不是 有五隻的reducing agent 所以九加五 就是有十四隻東西 可以嗎 所以都要花些時間 但是你記不記得我教你的呢 就是你明白了怎麼寫 那你就要用它 用多些 用多些 然後才可以熟 所以基本上二和三 所以一會兒我要和你做些練習 所以我們的過程 我又舉了一個例子給你了 就去平衡 其實實際上就不用寫 這一堆你基本上 是不用像列圖那樣寫這麼多次的 你基本上一來就已經慢慢砌這兩條色出來 接著就找到它的電子 一個是六 一個是一 把配戴電子左邊和右邊一樣 接著才加回去 就是這個了 就是把六成了進去 是不是 接著加回去 其實目的就是要把那六粒電子弱了 令到最後那條色是沒有電子 如果最後還有電子 就一定做錯事 所以到最後就是他們傳遞了電子 所以電子不會多不會少 接著你看到這隻就是pale green 這隻就是orange 這隻沒有色 這隻yellow 這隻就是green 這隻就沒有色 那你就想想想 之前那兩隻東西混在是什麼色 就是橙色比較濃 最後黃色混在綠色 這隻紋綠色就比較搶 所以就會綠色 那你說它是不是有一點黃 不要緊的 你最緊要有提到六 就可以了 那你就已經說到color change 這個呢 這個例子我不舉了 因為基本上你要認住permangani 和aldi 是不是 那些potexamide很穩定 是不是 那些acidify 那些你加的時候會加到的 蘇兵也很穩定的 所以你只認哪些是有機會變的 寫出來 然後hemo加水 加hydrogen 加電子 然後再加上color change 基本上是這些 但是考來考去 其實我們都不是有無限可能性的 其實我們考來考去 就是那九隻oxidizing agent 就配那五隻reducing agent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有的可能性 大概就是95 45個可能性 所以基本上呢 你有試做過 那根本就會看到那些可能性 好 接著再下去就是fuel cell fuel cell 就要背這幾條色 大概知道 它們要加入hydrogen 和oxygen 那它用的electro就是很多洞洞的nickel 很多洞洞的nickel 那你要知道這兩條色要背的 一個就是hydrogen變成water 你看到它由零變成正一 是不是 所以這裏就是增加了oxidation number 是不是 所以增加了oxidation number 增加了oxidation number 就是進行oxidation 所以這個就是reducing agent 是不是 所以它就會失電子 所以電子在這裏移出 失電子 所以這裏就是負極 negative electro 所以這個叫負極 因為負的源頭 電心就要看負的源頭 另外就是4124 就是oxygen在這裏 減少了oxidation number 所以就是reducing 所以電子在這裏移出 所以電子就在這裏移出 所以電子就走過來給它 可以 那為什麼電子會走進來呢? 電子帶負的 很證明這裏是正 是不是 所以我們就會說這裏是正極 所以是一個positiv electro 你要搞定這些東西 好 接著呢 將電子一得一失 要佩戴一樣 所以將下面的顏色 佩戴兩倍 對不對 接著就加上下面第二條顏色 接著加上之後約了 就應該得到這個overequation 原來就是hydrogen和oxygen 就好像燃燒一樣就變成水了 OK 那我試試配戴給你看 上面那條顏色配戴兩倍 就是兩個x2 再加四個系列 是不是 接著就會變成四個水 和四顆電子 下面那個照抄了 412402 就會變成 就加兩個水 是不是 就會變成 再加四顆電子 接著就會變成四個系列 不用配戴了 加起來 四顆電子和四顆電子 一定要約 要不然你配戴它 就沒意思了 OK 接著這邊就兩個水 這邊四個水 就約了 就變成兩個水 OK 那這裡四個系列 和四個系列 就約了 是不是 接著正低的就是 抽回正低的東西 所以就會是兩個x2 再加O2 就會變成兩個x2O 那就是這條顏色 你要用一下這些顏色 可以嗎 最後了 Electrolysis 有些同學都很害怕 不過我告訴你 公開試通常考 就是考這幾個案例為主 所以你認住這幾個例子 第一個就是molten compound 看看那兩種鋼 裡面沒有水 沒有這些東西干擾它 所以很簡單 那種methal的鋼 就變成methal 是不是 那種methal的鋼 就變成那種element 譬如是chlorine 變成chlorine 這樣就會變回 所以這東西就會變回那兩種element 照平衡它就可以了 好 另外 就涉及AQ solution 為什麼呢 對於我們來說 這個複雜的 所以我需要你背一背 就是ECS的排隊 就要理一理正的鋼 Cat iron是帶正的鋼 就走去負極的 是不是 走去負極 negative electro 那看看誰贏了 那你留意 就是越低就越贏 所以我需要你圈低 每次都出現主角就是hydrogenite 因為AQ solution 就一定有H症和hydroxyl 所以你要圈低這兩種一定有的 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背 就是hydrogenite 低於它 越低就越厲害 越低就越厲害 所以要背一背 Hydrogenite 只是輸給Cupor 2和Sulfur 其他的Metal Iron 都是輸給它 如果輸給它 這個hydrogenite 贏 請你背了一條色 那就會是hydrogenite 得電子 就會變成hydrogen gas OK 另外那兩個 如果是另外那兩個 低於它那兩個 那他們就會Cupor 2 得電子變Cupor 或者Sulfur 得電子變Sulfur Metal 所以基本上 通常你最常背的 其實就是第一條色 因為根據機會率來講 一定贏上面那些 有親那些都輸給它出第一色 出hydrogen gas 唯一就是出現Cupor 2和Sulfur 就有機會第二第三 所以不要弄得那麼複雜 所以基本上 電解的負極 負極那裡 只有這三個可能性的答案 這樣看你會舒服一點 你不會那麼複雜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這個 就是hydrogenite hydrogenite 越高越厲害 反過來背 對不對 他們就會失電子 hydrogenite 每次都有 而它是最厲害的那一隻 所以基本上這隻 就一定 還記得 我教你記的密碼 4124 所以那個密碼 四個hydrogenite 就會出O2 兩個水 和四顆電子 背了它 基本上這條色 這就是第四顆 前面一二三 這是第四顆 這個基本上 曝光率是最高的 差不多每次都會贏它 什麼時候有機會輸呢 就是這三隻 有機會是所謂的 concentration effect 如果有concentration effect 就是說它們 more concentrated 就是說它們 more concentrated 那麼就會有機會 R大就會稍微贏 4124的hydrogenite 就會變成RD 塞兩顆電子 或者bromide 就會變成bomine 或者如果是chloride 就會變成chlorine 這三條 我一次過這樣記 當它是第五色 最後那兩隻 基本上多濃也好 都沒有concentration effect 沒有機會出來 所以給我看看 背來背去 電解那些東西 待會和你掃一掃 大部分 1 2 3 4 5 條色 基本上差不多 就是電解走天奶 你最重要是認得到它 OK 所以 之前說的concentration effect 還有elateral的那些 我剛才沒有包括elateral的 可以加進去 對不對 還記得我們有兩個情況 一個就是水銀貓 和一個就是capaeno 最後一個水銀貓 就是mercury 就是如果它是mercury kephil mercury kephil主要針對 就是sodium chloride 電解的時候會得電子變成sodium metal 就是說有機會有水銀貓 這個才會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capaeno 就是說如果你那個不是pantium 而不是graphic的enetal 而是capaeno capa就有機會中意失電子變成這個 所以如果我們要背 最多背上第六色和第七色 OK 但也有一個處境 不是立暖系 一個要水銀貓 就是capaeno 另外一個就是capaeno 所以如果你覺得電解很深 那你就問自己 你能否背到這七條色 可以嗎 如果你能背到 其實就沒有東西難倒你了 好 所以我跟你找回這幾條色 好嗎 因為我想跟你做多些例子 所以現在我的主子 以下我們識六個案例就可以了 第一個就是電解大律s of francis 你認一下它 第一條4124 接著221 是不是 這條就是第一色 這條就是第四色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個 好 另外一個就是vary dilute的sodium chloride 那你就排回它們的ECS 你會發現一邊就是sodium chloride 另外一邊就是hydrogen ion和hydroxyl 是不是 接著Cat iron那邊就是 通常就是這條色 是不是 就是這個 是不是 就是第一色 是不是 因為通常輸給capa2和sulfa 而hydrogen ion 每次都會贏 所以這個頻率很高 另外就是hydrogen ion 除非有concentration effect 和capaeno 否則 hydrogen ion 第四色又贏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條 所以基本上前面那個 dialute sulfasid也是一四色的寫法 是不是 來到vary dilute sodium chloride 也是一四色的寫法 所以其實都是背那些東西 好 接著去到concentrated chloride 你會發現 仍然是有sodium and chloride hydrogen ion 全部 不過這次就有concentrated chloride 對嗎 而這個一定是 每次都是這個贏的 除非有水銀貓 才會有sodium 會贏 這次是Graphine 那就是沒有水銀貓 所以又是第一色 是不是 這次就是第五色 不是第四色 就是4124 因為這次是有concentrated chloride 是不是 是那六七條色 裡面任你選的 可以嗎 好 接著去到第四個案例 二 是concentrated sodium chloride 不過這次有水銀貓 mercury careful 有個cat 是不是 mercury careful mercury careful 就告訴我 有hydrogen ion 和有sodium 正常來說 是這個贏 應該是221 那條色 本來 不過這次不是 因為有水銀貓 所以就不是這條 而是這個 只有電子變成sodium 這個就是我所說的第六條色 第六條色 是不是 而另外這個呢 就是因為concentrated chloride 有cl-和hydroxyl 當然hydroxyl 就贏了 4124 但是這次因為concentrated 有concentration effect 就會是這條 這條就是第五色 OK 那五和六 好 再下去第五個案例 就是大率的couple2修肥 那大率的couple2修肥有cu2 有so4 有水 是不是 那正的走去負 哪個贏呢 還記得排位嗎 hydrogen ion 指輸給sulf和couple2 這次真的是couple2 這個就是第二條色 是不是 不是第一條色的221 現在是221 現在是221 另外這邊這兩個 修肥永遠都輸了 所以hydroxyl的4124又重現了 這個就是第四色 所以基本上是那幾條色 好 去到最後第六個案例 第六個案例就是大率couple2修肥 OK 不過這次呢 我們那個nl是couple 就不是grafi 這次 所以我們就有couple nl couple nl的話 couple nl就有這條的第七色 OK 好 而另外呢 就是 就是 這邊呢 負呢 就有couple2 那就是couple2會贏了 是不是 越低越強的嘛 那所以呢 就會有這條221 就是第二條色 所以這次是2和7 OK 那就去做了 那基本上呢 就是我們會用這一種的形式 好 最後的案例就是介紹電導 是一個應用application 那如果電導呢 我們就需要將我們那隻metal的主角呢 就要擠在腹極那裡 那腹極呢 才可以吸引呢 你譬如今次電導的nickel上去 這個叫做nickel planting 那你nickel是易正的嘛 那正要去負的嘛 接著就會有電子貼上去 所以呢 所以你基本上要留意呢 就是nl劑蜜 叫做nickel析什麼 和electro析什麼 人家就會考慮 nl劑蜜 就是你要電導上去的那隻metal 那它就會源源不絕 就會脫一些nickel2出來的了 所以呢 nickel就會源源不絕 脫一些nickel2出來 那就可以走過去負極那裡貼上去啦 所以呢 所以呢 腹極那邊呢 就會吸引nickel2 就會得電子變成nickel 那就會薄薄一層 電導了一層金屬在上面 那你那個electroly 就是不是起碼都要有nickel2 iron 所以呢 做一隻nickel2修肥 那修肥 那修肥通常都輸電解的時候 不會出來的嘛 那你不喜歡修肥可以用nitrade 因為兩隻東西都會輸給nickel 會輸給誰呢 就會輸給nickel 即是這條色 在nl裡面就會出nickel2 所以基本上呢 你要懂得這幾條色 那到最後其實是搬屋的 就是把nl的nickel 搬去caffle那裡 只不過是一層薄薄一層 碰了一個很平滑的面 那就是一個很漂亮的電導的成果 那基本上你要懂這幾個 好,那一輪咀就說了 其實我們說了多少 說了差不多25分鐘 那25分鐘都已經將我們最重要最核心的 Topic 7 所以其實有些事情你覺得不可能很難 但是這樣聽一下其實呢 又幫到你的 所以是值得去花些時間去看一下 就是有些事情是一個感覺來的 就是那些事情是不是很難啊 有時候那個感覺是很難的 但是當你實際去做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比你想像中沒有那麼複雜 對不對 來到這裡呢 我開始差不多要下去呢 我們要講Past Paper 跟著做一些MC的 我想問呢 在這個位置 剛才說的事情裡面 有沒有哪裡想問 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我不想一路你 立即答一些問題呢 然後就去到最後 忘記了問題 有沒有東西想問呢 黃家尼 黃家尼 黃家尼有沒有想問呢 開咪咪說吧 有沒有東西想問 沒有 OK好 那我們繼續了 好像上次那樣 我就不跟你做DSE的Past Paper的長題目 因為那些就沒有那麼快的 所以我想跟你做MC 我發了兩份給你 現在我share第二個PowerPoint給你看 現在我share第二個PowerPoint 那就是關於Z 等一下 好 那就是7.1那個 跟你做少少Past 一些exercise 好 確保大家同步到 劉浩然 劉浩然 劉浩然告訴我 看不看到我剛剛share出來的MC PowerPoint 開咪咪告訴我 看到嗎 好 那我們開始了 7.1 好 記得我說 不一定要順序做完的 最好當然是做完 對吧 但是呢 就是 我時間關係 又想覆蓋率高 那我就跟你做 拋磚有肉做幾條 先 我就做1,5,10,15,20 去做 好嗎 好 這個7.1的set 是淺一點的 然後跟你再做7.7 然後我再下回去Past Paper 好了 那這裡就說 那個 咦 不是啊 現在是5點半 原來一輪咀趕了整個小時 OK 好 我也要快一點 好 which of the falling discharge curve is correct to nickel metal hydride rechargeable cell 這個就是那六個cell裡面的第五個 我們經常用那些不芯電 現在通常用這個東西 那些不芯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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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對Nicco metal hydride cell有一個觀念 就是呢 通常這一隻東西的Voltage 是比較穩定的 Stable一些的 或者我們用Constant一些 就是隨時間的變化差不多是沒有的 所以這隻東西 B一定是錯的 B其實是性carbon cell 這隻東西是離譜的 不可能的 通常這隻東西應該是C 就是它一直保持著沒有變 到最後說沒有電才沒有電 這個通常很可能就是那隻的Alkali Alkali manganese cell 就是這個 先看一下 我有個答案 所以第一題就是C OK 你要留意 就是原來其中一個特性 就是remain constant 所以你要有定這樣的觀念 其實可能整個Nicco metal hydride cell 最重要的觀念就是這個 所以你透過這一條例子 當你用它的過程 那你就回到頭 你就開始明白 整個Table這麼多資料很難背 原來透過這一條的應用 發現最重要的位置就是這句說話 原來那隻Nicco metal hydride cell 就是rechargeable cell 就是可以隨時間一直在使用的時候 所以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說它在discharge 一直在放電的時候 那它的Voltage 是可以保持不變 一直不變 Voltage保持不變 到最後沒有電的時候 突然間dropdeck 說沒有電就糟了 有沒有試過用一些東西 一直都有電 想著不用怕 誰知道一沒有電 突然間就沒有電了 不像有些東西就越來越暗 越來越暗 你都知道就快沒有電了 那些不是的 好 接著第五條 第五條就是這個 首先給我看看有沒有電芯 有沒有長短腳 看下去這個不是長短腳 沒有 這個是一個Digital multimeter 或者叫Volmeter 其實就是 這個不是電芯 所以如果這個沒有電芯 這個東西成舊就是電芯 這個是一個CAMCO CELL 你看到這個CAMCO CELL 是有兩個Beaker 所以這些就是一些改良版的 有兩個HALF CELL 有時候這些東西 你要做多些 看得很習慣 你就會這樣去看 看到有Sync Metal 然後有CAMCO CELL 通常把自己的METAL 浸回到自己METAL ION的SOLUTION 把CAMCO CELL 浸回到CAMCO CELL ION的SOLUTION METAL 只會傳電子 傳下去給CAMCO CELL 所以CAMCO CELL 就會得到它的電子 這樣就變回CAMCO CELL 這樣Sync就會變成ION 是不是 所以看一看 它說Electron flow 從SyncElectro 去CAMCO CELL 透過SOP BRIDGE 是錯的 對不對 因為它是透過那條電線 是FUL那個WILE 是不是 那隻ELECTRIC WILE 而不是透過SOP BRIDGE SOP BRIDGE是傳不到電子 SOP BRIDGE 是只會流動Mobile的ION 很容易理解 電子走過來這裏 這裏不是累積負的電子 是不是 所以這裏會引靜的ION 走下來去BALANCE 這裏一路走了負的電子 這裏就會留下正的ION 正的就會吸引負的ION 你有沒有留意 我前面說了整個小時 我說的那些很快趣的東西 都不是不味道肉的人 你看到我現在去用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的東西很細節 有個情景給你 你就開始明白怎樣用它 你反而明白回頭 明白嗎 所以有時候一和二是孖公仔 其實又要明白又要用 用完又要明白又要明白 互相兜兜兜兜兜 做多幾次就開始達到熟 再熟再去就會背到 所以三和四 又是重複的時候 自然就會熟和背到 所以你能搞定這兩步 明和用和熟和背 那你就好 第一點 現在要找correct 所以A不是答案 B couper2會失電子 不是 因為couper2是全電子 所以couper2是越來越少的 因為全部變成couper 所以c就是錯了 所以應該d就對了 就是升就是負極 為什麼 因為升是出負的電子源頭 這裡是走些負的東西出來 那我們就說這裡是負極 這個是我們說它的 你看到我用動詞來說它 我們定義為負極 因為我們一直以來 以前的科學家 不知道裡面發生什麼事 這是black box 他只知道這裡建造電子 所以他就說這裡是負的源頭 所以就叫它做負極 但是其實如果你細心看回chemistry 其實是不合理的 因為這裡走了負的東西 就剩下正 所以如果一些人明明的 又不是很明白 這些位置很容易錯 因為你會覺得 根據推理走負的東西 剩下正 但是如果你記得 我們有一個soft bridge 又不是這樣的 因為當它走了負的電子出來之後 這裡變成正 其實這裡的負 在soft bridge的負極會走下來 去中和了它的正 令它變回零 所以這裡繼續走負的電子出來 我們說是負的源頭 其實是對的 所以其實要計算 soft bridge的效應才是對的 所以答案就是d 好 接著第十條 第十條就是問這個spiritius 是否reduced 我們先推一推 reduced就是得電子的意思 是否 就是他進行reduced 是否 他自己 sale 他自己進行reduced 他得電子 是否 即是他的oxidation number 是減少了 是否 我們看一看 計算一下 所有elements 即是自己不帶電荷那些是零 即是裡面每一個cl 我畫公仔畫出來 每個cl都是零 每個ii form都是零 每一個atom都是零 接著這個 每個r大裡面的rd atom 都是負一的oxidation number 每個chlorine的atom 在chlorine裡面 每一個都是負一 所以你看到cl 由零變負一 這個就是減少了 零變負一減少了 減少了oxidation number 就是reduced 所以他就是reduced 所以答案 就應該是chlorine 其實我們說了 德塞電子一定是說 箭咀的左手邊 即是說那些是reactant 那些產品是被動產生的 那些產品是被動產生的 所以他們又沒有回頭 看看箭咀是單箭咀沒有回頭 所以基本上 那些chlorine 就是這個chlorine 和rden 不用理會他們 他們沒有資格 什麼得失電子 他們產生了之後 就很穩定 就在杯子裡面 不會再得失電子回頭 所以你用這個角度看 那些東西就很清了 隨便做ABCD 有些東西一沸沸出局 OK 反而我想加多個字印 如果他進行reduced 那些東西應該就是oxidizing agent 對不對 所以下次我們會說 哪一隻是oxidizing agent 用另一個問法 對不對 這些都是明白了之後 你不用到熟 是沒有可能做這些題目的時候 是做得快靚正的 所以一定要做多幾條 對不對 好,接著十五條 十五條 就是下面哪個 element 是strongest reducing agent 如果要strongest reducing agent 其實基本上你心裡面 就要有一個叫做ECS的圖 我想你背一背最頂 最頂的通常就是potassium的 就是iron得電子 就會變成potassium metal 通常我們寫reduction 就是左手邊是得電子 我不是要你背整個ECS 但是你起碼背到上和下 中間有兩三隻 那你可以去到中間 比如我們最熟悉的就是hydrogen iron 只有兩粒電子 就會變成hydrogen gas 全部都寫reduction的寫法 好,接著再寫多一個 低一點 低一點 進行reduction的 例如這個MnO4- 加8個 是吧 加這個Mn2淨 再加4個水 再加8個H淨 加5粒電子 不知道你記得嗎 這個 寫寫 這個回頭 好,寫了三行之後 你就會知道 在他們的最右手邊 這些 potassium是很強的 metal 所以你知道 他們是最強的那一隻 就是reducing agent 這隻最強的 慢慢越來越差 這些就很穩定 再低這些就很穩定 譬如那些 gold 3加3個變高 金 金 很穩定 另外這邊 再反過來 這些越低就越厲害 比如這些很強的 oxidizing agent 反而這些就很穩定 是不是 你起碼認得到 就是那兩個對角 記得我上課說過 就是右上 左下 所以在ECS的右上 那些是強的reducing agent 左下那些就是強的oxidizing agent OK 越低越厲害 好了 回來了 現在他說 要找最強的reducing agent 就是要找這邊角 就是這邊位 是吧 強的reducing agent 那你就要排一排 Florine是這隻 Chorine是這隻 Sodium是這隻 Protassium是這隻 是不是 所以你排一排 Protassium在這裏 Sodium應該在這裏 我用下第二隻色 我用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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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Protassium Sodium 應該是這裏 是不是 這個就會變成sodium 你小心點 Iron 好了 Chorine和Florine 他們就再低一點 是不是 再低一點 應該Chorine就是這裏 只有兩粒電子 變成Chorine 是不是 究竟誰高一點低一點 我們決定不到 不要緊 搞得到這四隻 就可以了 另外Florine 應該是更厲害 Florine 是很毒的 Florine 是moriative 再低一點 好嗎 所以如果他要找reducing agent 最厲害 應該是 Protassium 答案就是這裏 好嗎 如果他把這條題目 改了去 找strongest oxidizing agent 那便去找這個 最強的那個 應該是這裏 如果他改了這條題目 明白嗎 那如果他不是找reducing 是弱的 最弱的reducing agent 就是這裏 應該是吧 最弱的那個 是吧 reducing agent 最弱的就是這個 是吧 這邊是reducing agent 最弱的是這個 最弱的那個 oxidizing agent 就是這裏 是吧 那當然那些不適合 但是我想告訴你 一條簡單單的題目 你大概勾挖到 ECS的輪廓 你將它們擺到這些 他都不是問 這些什麼permangani 這些複雜的東西 是吧 他都是問一些 mato 和halogen group one group two 或者group seven 那些比較簡單的single atom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你基本上 這條例子 值得參考 OK 做多一條二十條 然後我看看還有多少時間 再跟你去做 好 二十 二十 就是下面diagram 就是這個 這個sing carbon cell out syllabus 所以可以不做 挺好 是吧 out syllabus 由你們這一年開始 sing carbon cell 就不考了 所以你發現我連筆記都沒有再搞 OK 既然沒有 那不如我們跳一跳二十五 下面哪個statement 關於電解是對的呢 首先 電解是用AC電 這句說話是錯的 因為AC電的正負極 一秒鐘就會轉來轉去 有正又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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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 那就是正變負負邊 那你想一下 炎 正的炎 一秒鐘就向左走 然後又向右走 又向左走 又向右走 那就是不用走 所以基本上AC電是不適宜做我們DSC所謂的Electrolysis 所以現在要找錯,第一條是錯的,所以要選擇 第二就是Decomposition of Compound by Chemical Reaction 這句說話就是進行化學反應下Decomposition 你會發現通常電解都是把Irons變成Element 所以我們最熟悉的地方有1,2,3,4,5,6,7,有7條色 我舉其中一個,第四色就是4,1,2,4 你會發現本來是一隻Iron的東西,現在變回Octrine的Element 由Iron變回Element,譬如第一條 Hydrolysis加兩粒電子變成Hydrolysis,你會發現由Iron變回Hydrolysis 譬如阿六和阿七,譬如阿六在水人貓裡得電,由Iron變成Hydrolysis 所以他們拆解Compound變成Hydrolysis Decomposition是對的,不過要留意他不是用化學反應,不是用chemical energy 它是用電解,它是用電解,是用Electrical Energy 所以這句說話是錯的,什麼情況下用chemical energy去分解Compound 譬如Carbon Reduction,譬如Led Oxide加Carbon 就變回Led,和出CO,譬如這樣 你看到它真的將那隻Metal由Compound變回 不過這種就叫做chemical energy,就是進行Carbon Reduction 但是這次用電解就用電,所以第二句說話是錯的 所以都是適合選擇Incorrect 第三個,Redox reaction takes place in Electrolytic Cell 什麼叫Electrolytic Cell? 那就是電解的Cell,就是電解的Cell 那就叫做Electrolytic Cell 是spontanous,就是自發反應的,對不對?自發的 就是不用讓東西迫他,自然混合就會的 這句說話也是錯的 因為所有電解都是,如果要電解 你就要用電去迫它出來 是不是?無端端放那些Metal由Cloride 是不會無端端會變回Metal由Clorine 和Clorine這些reactive的東西出來 是沒有可能的,除非有電 除非你有電去迫它出來 否則是不會spontanous 所以我們是使用電去迫它出來 所以這句說話也是錯的 那也是答案 所以要選錯的東西 所以三個都對,答案就是D 有時候要這樣做一下 你才開始活化到那些東西 這個你是不是覺得很陌生呢? 有時候就是你讀極不忌 都學不到的東西就是要做練習 所以我很著重大家問的 好,那根據我的習慣 我都不想超市的 所以我還有十分鐘多些 所以另外那一套 我就不在這裡說了 那我看到今天回來 很多同學都很好 沒有什麼想問 我又覺得他們應該有做過的 所以應該是做得明白的 如果做得明白又沒有問 對自己要求高一點 那你就不要停在我給你的resources 這一班那裡 你們應該追回平時上課 我給你那九年的paste paper 就是MC和short and non question 那當然就是循序漸進 如果你又做不及那些 就搞定我這一班裡面的東西 最核心的東西 現在我就想跳回去 跳回去就是剛剛做paste paper 我7.7那個我就不在這裡做給你 我留給你自己慢慢享受 好嗎? 有時候我做了你們少了 我現在share了topic7的paste paper 我和你還有十分鐘時間 我盡做多少條 去幫你看一下 其實看這些會看到公開試的心思 喜歡怎麼考 就不要在這裡想像 有時候一直不做paste paper 都不知道怎麼考 然後又覺得很深 其實就對這件事沒有什麼幫助 其實真的做一下才發現 是不是這麼恐怖 有時候好像看鬼片 那些最恐怖的鬼 就是看不到那些 無緣無故走出來 看到影子那些是最害怕的 如果被這隻鬼 又流血 又好像樣子好像很真靈 其實你看得多都覺得它很假 我們的paste paper就是這樣 你真的要正面去做一下 那你就會發現 你原來也是考這些東西 原來有的準備有的背 那你就不會這麼害怕 那告訴我 如果看不到 現在應該看到2017年的第四條 看不到就開啟告訴我 現在我預期你看到 好,這樣就 Diagram below 就是Electrolysis of colorless solution of這一隻東西 用了一隻Phalifilin的indicator OK 那這隻東西是什麼 這個呢 裡面有Protessium ion 和Soldium ion AQ裡面有水 所以也有Hydrogen ion 和Hydrocer ion 好了,根據正的Iron 走去負極 負的Iron走去正極 那誰贏呢 你會發現通常Hydrogen ion 只是輸給Cupper 2和Sylver 那這次是Protessium 又沒有水人貓 沒有Mercury Caulfo Mercury Caulfo 就知道221出Hydrogen gas 另外那邊修肥 走到一邊 永遠都輸的 沒有可能出來的 DSE 除非他條題目說 有東西出 別人說什麼 你跟著 好,所以是Hydrocer 所以這裡就看到那條公寫 4124 我先不寫出來 看到這些 已經把結果寫出來了 基本上就是第一和第四的顏色 好了,那我們就看看 這裡是正極 正極呢 正極就吸引負 所以Hydrocer 就在這裡出來了 4124 所以這裡應該會出氧氣 4124 是吧 負就吸引正 正就是Hydrogen 9出來 就會是221 那條色 那就會出 會出Hydrogen gas 是不是這樣 OK 好了,那現在Stay and explain 很多東西看 首先 Expected observation around the electrical A有什麼看 A剛才說了 應該有些氧氣 你要解釋 又要說 Expected observation 在它之間 你看看我的氧氣 好,所以第一件事 你要告訴別人 這裡只有一分 所以第一件事 你要告訴別人 有colorless gas 產生 而它就是氧氣 對嗎? 接著要告訴別人 為什麼會出它 要解釋 所以你要告訴別人 ECS是Hydroxide more preferentially discharged than sulfate iron 是不是這樣 接著就會出colorless gas 是不是 其實就是O2 甚至寫了公式給別人看 4124 接著B B就會Hydrogen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B Hydrogen 就會贏 Potassium 是不是 所以它 more preferentially discharged than potassium 又是會出colorless gas 是不是 就會出Hydrogen 對不對 一分 大家一分沒問題 為什麼還有一分 三分 還有一個原因 它加了phalifaline phalifaline 你會發現它在酸性的時候 就是沒有色的 但是如果它是在alkali的時候 就會是粉紅色的 對不對 剛才你發現 那個B 因為出high chain gas 所以裡面的水 那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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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在B那邊 那邊有水 那在A那邊有水 那在B那邊有水 那在B那邊移動的Hydrogen 就已經出了 變成Hydrogen 結果它就會留下很多Hydroxide iron 所以我們的說法 就是Hydroxide iron在B那裡 會的重重 中固號代表 of concentration, helium started to reference to oxygen volum Alkaline WHAT? Alkaline, alkali導致phenogen菌粉紅色 除了 Obrig Himmels,也需要説明它本 profits 所以这里你看到有些粉红色的颜色的solution,也有一些colorless gas产生 这里就只是colorless gas,那种solution还是没有色 你看到公开试也效得很简洁,刚才我没有说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看我笔记就有了,刚才我快就没有说 好,接着是right equation for overall,你记得一个就是hydrogen ion 得电子变hydrogen gas,一边就是4124 两粒电子和四粒电子将上面乘大两倍,这个就会变成442 加上它就会变成4个x增加4个hydrogen 4粒电子和4粒电子约,它就会变成2个x2加O2和2个水 你知道4个x增加4个hydrogen 其实就会中和了,就会变成4个水 所以4个水和出两个水药,就会变成2个水 就会变成2个hydrogen gas和这个 就是这个 所以就出这种东西了,这两种都是气体 所以气体的模式比例二比一 如果根据Avogatius law,其实甚至应该看到出来的氧气 应该和氢气的比例 这里他没有问的,但我这里说多些 就是它的模式是2比1 模式2比1,volume比例都是2比1 所以你会看到这里应该收窄到 比如这里是V那么多volume的氧气 这里应该是double,2V那么多的氢气 OK,这样 好,接着再下去 Explain there are any change in expected observation 当你现在就不是这一只东西了 现在用了这一只东西了 这个东西你就要比较了 刚才出来的就是X2和O2 这次受Flex,我们出来的就是H症 和修肥和蟹足 应该也是一样的 他现在问你有没有 any change in expected observation 基本上你出来的氢气氧气 colorless gas是应该一样的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酸性 所以我们发现他觉得 就算你用了 närhadrowieten gas 导致H当然B 刚刚刚在这里 他的Hydrox mom Peters communities 用了地atur del обнаруж икrea變成了水分 差不多下地 不过若 bubble 所以大家看到这种鸡 带着脆重点 而它上升 ため不已经是酸性 佛洛菲連在宣勝也是沒有顏色的,所以也變不了顏色 所以A其實沒有變化,因為顏色上也沒有特別的東西 但其實是要我們去解釋的,所以就告訴別人 仍然是Hydrox Steal,這個最重要的 仍然是Hydrox,贏了都是產生 所以基本上你要多說一次給別人聽 什麼叫沒有變呢? 這麼多事情發生,什麼是一樣沒有變呢? 那你告訴別人,都是產生顏色的氣體 好了,而B就有東西變了 你發現它仍然產生顏色的Gas是沒有變的 但是有一件事是變了清楚的 就是顏色就不再變成粉紅色 跟它前面的Protassium修肥,對不對? 你發現是我們去面對這條題目的時候 其實別人需要做很多比較的 comparison的東西 所以這些位置你要很仔細 看清楚別人要問什麼和什麼比較 就不要想著去背東西 通常他不想你死背東西 他就很喜歡找不同的東西來比較 動一點就不同了,你要留意了,OK? 所以你看到No kind of change in solution 或者說Solution not turned into pain 因為它是受複雜,一直都是宣性的 結果宣性的Valifilin也是沒有性 你留意一下別人怎樣回答都可以 或者什麼都可以 最後回答這個,2017年還有一分鐘 With the help of chemical equations state the observation when hot concentrated sulfuric exit 遇到cupper 那cupper遇到concentrated sulfuric exit 會變什麼呢? 你發現這兩個都是我們兩個表表者 concentrated sulfuric exit 最喜歡的就是出so2 是不是? 而那個的cupper最喜歡就變成cupper2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要state observation 不如我們先寫了一個chemical equation 所以你就要寫給別人看 cupper會變什麼? concentrated sulfuric exit 會變什麼? 那cupper就會變成cupper2 Metal最喜歡失電子 cupper最喜歡變異症 concentrated sulfuric exit就會變成so2 剛才我都沒有很仔細慢慢砌給你們看 現在我又砌給你們看 這個sulfuracid S1 這個O4個 這個O2個 欠O加水加2個水 這個22只有4 這裡應該有2 所以還欠2個H證 好這裡加上去 這裡的monicule就不帶電殼 monicule不帶電殼 monicule2個都是0 這裡加上去是0 這裡兩個正 所以是正義 正義加0是正義 正義怎樣變成0 加上兩顆負電子 OK? 這裡兩顆負電子 這裡兩顆負電子 兩顆電子一樣 加上可以約了 不用佩戴 所以加上寫得好一點 小心 我沒有寫到Stay出來 不要緊的 不要成為我們的壓力 基本上呢 初步這樣寫 其實已經 已經很好了 OK? 當然說 這個有些差一點 其實你可以兩邊一起加多個Sulfur 這個不做也可以 如果要加回Sulfur 這個就變回Sulfuracid 那就變成兩個 這個寫在一起 就變成Cuppur2 Sulfur 結果就是這個 加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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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了 這個 咖啡色的固體 就溶了 這個就變成了 藍色的Solution 是不是? 還有一隻 Colorless Gas 產生了 很多Observation 是說的 是不是? 這樣去吧 看看答案 所以第一 你要告訴人 有Cuppur Desolve 第二 就說 那張Solution 變成Blue 是不是? 那 Colorless 都接受 真的太空襟大闊 是不是? 那 接著呢 有Chalking Gas 如果你給我 我就會說 有Colorless 當然 別人很著重 因為SO2有毒 出來一定 搓著 Chalking Gas 所以 你也可以說這個 那條公式就是這條 那公開市都喜歡 合起來 那你學校 將它合起來 好嗎? 好 因為時間關係 交給你們 就去做後面那些 好嗎? 那就基本上 要花點時間 如果你發現自己 其實可以處理到 可以做多些 那我覺得呢 你就可以再做多些 因為你如果處理到 就是說你很有機會 再 再升高些 去到Level5或以上 那就不要 不要 不要看低自己 對不對? 那應該今天呢 學校出了呢 就會將會 1月21號 開始考 你們在上午 上學校考 所以 接下來 我這一班 大概 就去到 下個星期 五 就要完 我就留下 大概一個星期 給你們溫習 那我還沒說完 那些題目的 所以 我就會考完 之後 會和你們再 說 其他 我和你們走一段時間 陪一陪你們 讓你們多些支援 以至可以 等你們有什麼困難 可能那時候才是最重要 因為真的開始溫習 有很多東西想問 所以可能去到差不多 我會開一些夜間的 問問問的時間 不過暫時來說 跟回我們 四點半至六點鐘 的一些補課時間 OK 其他就去做了 應該六點三 我就會發放 下一次 就說 TOPIC 5 就是 Organic Fossil Fields 那些 那本書 不是很複雜的 下次應該 其實最難說 是今天 今天說這些 Oxidizing Agents Reducing Agents Chemical Cell 是最深 最繁複的事情 但我也很小心 幫你們去拆解了 應該感覺 但是 明白了 是一件事 一定要做到熟 好嗎 如果有事情想問 可以留下 等多一會兒 我看看人數 我看看會不會 剛才有沒有同學 遲了進來 多次想 OK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了 有問題 留下開咪問 沒有問題 我們就星期五再見 OK 拜拜